四川的梁先生在家效益非常不错的企业上班 年薪十万多 经济条件相当不错 可梁先生也有遗憾 他的感情生活一直不太顺利 之前他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就在他情感低落的时候 一名女士像仙女似的飘入了他的生活 他的子物啊 他是公务员 家庭环境各方面还是可以 就是通过日常的交流来 要比自己的神奇 正所谓千里因缘一现千 两个是在网上认识 女方啊名叫宋小瑜 家住河南 不但有良好的家境 本人也通情达理 这让梁先生很快就 重新燃起了对爱情的渴望 通过一段时间的QQ的交流呢 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了 没多久呢 宋小瑜借着旅游的机会 特意见了梁先生 感觉这个人贪图啊 还有这个交流方式啊 还有给我的传递给我的信心 他说啊 估计应该还是可能就三岁左右 包括他那些言谈举止啊 他他的情况怎么样 真的有这个姿务 他父母是干什么的 人宋小瑜说了 自己的父亲是在河南 某机关单位的一个领导啊 就是为了自己调整工作啊 应该那不算啥难事啊 还别说 没几个月的功夫 宋小瑜 人真就来到了乐山 而且呢还被安排到一家 非常不错的单位 几个月后啊 俩人就正式结了婚 婚都结了 感觉他还是一个领导感不高 就是说谈话 还有些这些人 也就感觉还是一个领导感不高 只是说因为他毕竟是张伯 就没过多了去谈他 他人的方便是 和老丈人一见面 梁先生就服气了 这梁先生呢 工作比较特殊 经常跑野外 一个月呢 也就能回来个三四大 可每次回来一看 这个家都被宋小瑜 打理得井井有条 不光贤惠 人家还能干 这不工作之余 宋小瑜自己 还开了一家茶楼呢 话说这一天 梁先生的家中啊 突然来了几个神秘的陌生人 警察 警察 你们来我家干什么呀 梁先生一下子愣 障碍合上摸不着头脑 这功夫 人警察说话了 原来是这样的 几天前 乐山市公安局 接到了群众举报 说宋小瑜 涉嫌诈骗朋友钱财 警方这么一调查 还真就发现了问题 通过查询 这个厂住人格 信息起来 我们不能从外面这个人 说明这个从外面 是没上的